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时代观景的朋友 在农历新年里面 和大家做一个逐月 希望大家平安喜乐 满有恩典 在年初一个招 我在网上见到陈日君书记主教 接受一位黑人神父的访问 发表新年祝愿的时候 是希望信众坚持真理 公义 仁爱 他提到事局的变化 有没有令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正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更加需要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上主是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在思考时代和信仰学关系里面 最近我在看伊塞亚书 伊塞亚书讲述的事情历史很长 从公元前722年 北国以色列亚书亚书之手 到公元587年 公元前587年 南国犹大 亦都被巴比伦消灭 耶路撒冷的居民被老到去巴比伦 然后公元前539年 巴比伦帝国亦都庆福 被波斯帝国来取代 波斯帝国出来取代了巴比伦 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政策 採取怀柔的措施 是容许部分的犹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他们的城市 但是不是有一个独立的国家 只是做一个衡散 一个职民地 这张书在学者的考据里面 传统上是会认为 由于它所涉及的罪事的部分 涉及的历史时段 是有三个明显不同的事段 所以有很多学者就说 第一至39章 是第一个以赛亚公元前八世纪 那个以赛亚寺的 40到55章 就是第二以赛亚了 56到罗罗 可能是第三以赛亚了 我最近看的一本 色经书是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一个系列里面 《港以赛亚书》 分开上下两本 它的作者是 是John D.W. Watts John D.W. Watts John D.W. Watts 是美国南方浸讯会成长的 一位教育教授 他神学在南方浸讯会的神学院 毕业之后 他曾去过亚洲 教书 那 John D.W. Watts 他写《亚赛亚书》的解释 有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他很坚持 这个《亚赛亚书》 是一个作者 或者一组作者 是一个一气苛城 一个连贯的作品 为什么呢? 他跟传统的一些 基耀派的学者的 立足点就有点不同 他就不是说 哦 因为这个是公元前八世纪 那个《亚赛亚书》先知 上帝默示他 所以他连三百年后 就全部寄出来了 他的看法就是说 因为《亚赛亚书》 从文学的体材 文学的结构上面看 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文学体材上面 他比较独特的创建 就是他认为 这是一个戏剧作品 Drama 所以有一幕一幕的场景 每一幕场景里面 有不同的主角 不同的声音 有些是敘事 有些是演讲 有些是有剧情的 虽然在犹太人的文学传统里面 戏剧是很少出现 但John Watts 认为 那个只不过是后来的事情 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八世纪 即是旧约的很多经典作品成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比较受希罗世界的影响 在希腊当时 那个戏剧的作品 是发展到高峰 所以他的观察在旧约里面 比如 阿哥 约伯记 伊蔡阿孙 都是有明显的 戏剧的色彩 戏剧的文学体材 在里面 是你可以真的 找不同的演员 去飾演里面的主要的声音 在那个舞台上面 将它重新呈现出来 而且这个 题材的分析就是说 如果你作为一个这样的文学作品 来分析它的文学结构 它就和其他一些学者都观察到 就是说 伊蔡阿孙的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平衡的文学结构 比如第一至四章 和最后63到66章 是很明显地是互相呼应 是结构相似的 一个好像前言 一个好像结语 那如果你将一至33 作为上半部 34到66 作为下半部 那样看 你就会看到 就是两 上下半部 都有七个 和性质 和类别的 元素体材 所以这个平衡的结构 对称的结构 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所以它对以赛阿孙的分类 它就不在39、45分上下卷 它就在33、34分 那这个文学体材和结构的分析 带出来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那个主题 的信息呢 就是一个 关于 救恩 和以色列 因为在公元前 八世纪 以色列 国 亡国 到跟着 由大国 亡国 到一个 波斯大国 在前后300年里面 不论在耶路撒冷 不论在巴比伦 不论散居在这个 各处的 阿波拉湾的子孙 后裔 以色列人 或猶太人 都在问一个 时代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 有无尽的战争 为什么不断被努力 为什么 永远寄人离下 为什么 没办法 找到一片落土 没办法 能够 恢复自己 过去有的光榮 以色列书是尝试去回答 这一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 你看到 尤其是在 下卷里面 其实上卷已经很清楚自出 他们 亡国被老 受到懲罰 是因为他们 被搏弃 以色列书第一章 已经 开中文已经说出了 偶动路 认识自己的主人 但是 以色列人 不认识他们的父亲 他的儿女 背叛 搏异了他们的父亲 所以他们受到 懲罰 这个是背弃上帝的圣约 但来的后果 但是 尤其是阿书很清楚提出的讯息就是 情罚已经够了 日子已经满足了 所以上帝重新呢 是眷顾以色列人 上帝是打开了 救恩的大门 上帝是 开辟了 一条新的道路 让以色列人重新有出路 有盼望 那这个是一个 怎样的出路 怎样的盼望呢 在 我特别喜欢 是John Watts 对 最后的四章 63到66 的分析 在里面他首先是 用土文的方式 代表当时的以色列人 去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问上帝 你是否永远不看顾我们呢 你何时会让我们 整个民族 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完整的 整个民族 能够重新得到眷顾 使我们能够可以 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面 在巴勒斯拉土地上面 能够重建我们昔日的光辉呢 John Watts 在分析 第65章 第66章 上帝对这个 土文的回答里面 指出 上帝没有答应 若每一个以色列人 都重新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的子民 上帝是说 只有那些真心悔改 回转归向他的以色列人 才可以成为他的仆人 在耶路撒冷去敬拜他 去侍奉他 向列国万邦万民 并且 这一个妖药 这个救恩 在同时开放 给别国 万族 万民 只要愿意真心 归向耶和华的 都可以成为耶和华的佛人 在耶路撒冷去敬拜他 去侍奉他 去见证他 John Watts 他成为 在神学上面 旧药的神学的发展上面 应该有很重要的分岁 一个很重要的转裂点 甚至他认为 其实新药 不应该是在四百多年后 新药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这个是上帝去那个时代 在波斯帝国底下 开始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即是 猶太人 所发出的一个时代的信息 就是说 救恩 的门已经打开 但你们要悔改回转 这一个信息 后来去到福音书 去到史图行转 是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救恩不正是局限在 从血统上面属于以色列人 后裔的人身上 救恩是同时临到所有 不论民族 不论国籍 不论社会阶级 不论背景 只要圆以归向的和话的 都能够成为他的仆人 能够侍奉他 去见证他 这个那么重要的信息 其实在《伊藏阿书》里面 是很清晰地出来 再莫斯认为 这个为什么是对上帝 对以色列的一个 普文的回复呢 是因为这样做解决了 其实以色列人 已经在那300年里面 已经分散在很多不同的小国家 或者大帝国的小国落里面 已经可能被融化 因为异族的通婚 因为已经被吸收 到列国万族万民里面 甚至已经没有办法考据自己的血统 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民族的身份 自己的来源 那所以上帝这个新的门槛 其实是让那些消失了的 散落了的以色列人 是能够有机会 再次成为上帝的族人 只要他们愿意 那所以 但是同一时间呢 他令到以色列人里面 那些固执于传统 固执于昔日的荣光 说 啊 我们一定要按照你对雅各所说的 那样 对阿伯拉罕那样说 在我们认为 果变属于我们的土地上面 建立自己的政权 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制度 在自己那套东西里面 去敬拜上帝呢 那个才是我们要的 那个才是我们等待的尼采雅 所以很多犹太人 由公元前五世纪 一直到耶稣在生的时代 他不认识以色列书的信息 他不明白上帝的救恩 所以 他们执着在 要上帝按照他 他所想的 按照他那个圖 来到去带领他们 好像出埃及那样 再一次出巴比伦 所以他们不认识 耶稣就是那个 尼采雅 就算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见到耶稣在生的时候 你明白 无论他行多少神迹 无论他说多少上帝的真理 但是 很多犹太人 执着的犹太人 是拒绝他 不承认他 不接受他 不认识他 将我成为这个 是因为他们 认为一定要 好像 恢復回 大卫王 所罗门王 那种这样的 角度 才是他们 所担当的救恩 他们忘记 所以赛书里面 不断强调一个信息 上帝做了一件新的事 舊的已经过去 不再被纪念 不再被纪念 这个是新的 John Walls的一个信息 令我去思考 我们在香港的基督徒 不论是选择留在那裡 或者选择离开 去到世界不同角落 我们怎么去思考 时代和信仰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要 好像昔日的 犹太人一样 執着于过去的某些的处境 啊 我们一定要回到 好像过去那样 那 如果香港未来三十年 不是好像过去三十年那样 政治上相对平稳 经济上呢 持续发展 社会上呢 更加和諧 是 我们的基督信仰 是不是只能够 在一个这样的处境 才是真实 才是存在 才是有效 如果未来三十年 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就表示 我们不能够 堅持我们的信仰 不能够经历上帝的救恩 不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 不能够去示范上帝 我们可以同样面对 John Ross这一个以赛的书 的分析 提醒我们 上帝是不受地域 国界 政权 局限的 敬拜上帝 国万族万物 来到见证上帝 希望以赛书的讯息 以及John Ross的分析 能够帮到大家 去思考时代和信仰的关系 再次祝愿大家在欧年 经历到主的恩典满日 有平安喜乐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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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bit数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